航母海事后又一节报,空军再次发布一款大飞机,被称空中航母。 国产航母海事于5月13日正式开启,中国人终于平级自己的努力,完成他的处女秀,接下来他将进行动力系统和舰载机上舰测试工作,估计他会在2019年年底先交付海军并服役。 就在所有人都将目光放在国产航母海事时,在中国另外一端也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。 中航空业近日连续展出了多个MV视频来纪念西飞成立60周年,其中在5月10日还公布了一次国产隐身轰炸机的尽头。 而在随后的视频中又曝光了中国正在研制的大型空中加油机,有助空中航母支撑的运富20加油版,这款空中加油机的出境对于中国空军来说意义非常重大,它不仅填补了我国无大型国产加油机的空白,还突破了多项世界级难题,例如被雇认为业界最难掌握的宾馆加油技术。 虽说有不少人已经猜到孕妇20可能会被当作平台来改装成空中加油机,但是让人没料到的是,它直接一步到位地采用硬管加油技术。 通常情况来说,软管加油技术要容易掌握得多,而这也是目前世界主流加油机的加油方式,这种加油的好处是可以同时为两架战斗机同时加油,而且系统相对简便,维护快捷。 但缺点是加油效率慢,需要两极高度的默契配合,加油风险随之增大。 而硬管加油则刚好相反,以此只能为一架战机实施加油,蒸套加油设备相对复杂,优点是加油效率相比较软管加油有致的提升,至少是后者的三倍以上。 就在空战节奏,就在空战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,无疑是非常重要的。 从中航工业的视频中我们看得出,目前支持硬管加油技术的战机仅有肩负20,加油方式类似于美国的F-22,从背部加受油。 英管加油技术的突破对于肩负20,甚至是未来三代万战机的作战能力提升是显而易见的。 一架加油版运负20所能携带的燃油量,比现如今的红油负6至少提升两倍以上,届时可谓潜出吸态的肩负20提供更为便捷的加油服务,而中国空军的羽翼也逐渐丰满,从起举鸟巢的雏鹰成长为一只翱翔天际的雄鹰。 我们下期再见